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内容就是今天所要讲的四帝 亦都明明四圣帝 四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帝来说意思就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简单来说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宇宙人生有很多真理 被人听到究竟什么是真理 我们首先讲佛 佛是一个觉者 觉悟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觉悟到世间无常很多的苦 于是乎就去转发 去和我们讲很多的法法 让我们离苦得乐 当时来说佛陀就是在这个菩提树下 就是为他们讲这个 即六夜远那里为他们讲这个四圣帝 四圣帝 说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那佛陀是一个什么的人 佛陀来说是一个觉悟 宇宙人生真理的一个人 要一个有觉悟的人 才可以和我们讲他觉悟的道理 这个就是佛陀为他们说法 宇宙究竟真理是什么 人生的真理又是什么 宇宙真理来说是说出天地之间 宇宙万物的事 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一个道理 真真实实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就说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社会上 地球上真实的一个现象 真实能够看得到的一个现象 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就叫做宇宙之间的真理 那简单来说 真理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叫宇宙万物的真理呢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缘起 因为我们说其实这个世间 所有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那其实佛陀呢 简单来说就是说一个缘起法 缘起 缘起是什么 因缘和合而产生种种的现象 为之缘起 也都是用这个缘起的道理 去告诉我们 其实宇宙万物 每一件事都是各种的因缘和合而生 再简单一点 好像说在现实里面 就用今晚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说所有的因缘都是一个条件 条件去和合而造成一个现象 像今晚这样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佛学初阶班 是否叫佛学初阶班 佛学基础班 这个基础班是否要有因缘和合才能够造成 我们知道具足要有什么因缘吗 我们要具足有很多因缘 首先要具足有一个创建这里的人 要有人租这个地方 租了这个地方 就要装修 装修完又要有很多桌 这个是道场 要做很多佛像 然后又要一个基础班 一个班最重要是什么呢 有说的人 有说的人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有你们听的人 因为我对着空气说 所以其实每一个因缘和合都很重要 我们说的缘起法就是这样 好像今天联成这个班 首先要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法版的人 成就大家去学想一些佛学知识 让大家认识那么多佛学上的知识 另外就需要一个讲师去讲 他需要大家来到来听 可能需要一些讲义 需要一些经书 这些就是种种因缘的和合 我们就叫做缘起法 其实这个班来说 有一个地方来说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缘 还有一个动机 动机是什么 动机就是你们了 你们需要去听 动机是什么 我们需要将法法去云药 这个也是一个缘起 如果我们不将法法去云药 我们又在罗韩子山上不用下来 是吧 那如何将法法去带给大家 让大家更加知道呢 不行了 是吧 亦都有一个动机 就是你们希望 知道法法好 希望听多些知识 能够云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帮我们解决我们很多的烦恼 那这个是否一个动机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又不会太远 又不会很格舍 如果你说去到罗马州那么远 你会不会去听 不会了 我都不会下来说 是吧 我会去说 去到哪里都会去说 其实这个就是种种的因缘 所以其实动机也很重要 我们知道法法好 我们需要去拿多些 拿多些知识 帮我们运用到在日常生活上 那这个就是种种的因缘和合 所以就有了今晚这个基础班 那这个就是因缘的其中一点 其实兴趣也很重要 都要你们有兴趣 听法法才会来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 叫你们都不来 所以这个兴趣也很重要 那我们想想了 成就一样东西 除了有地方 有讲师 有你们听者 还有什么 有种种的因缘 桌子的灯 所有东西 还有有兴趣 有地方 同样 譬如再说 另外一点 譬如我们说到宇宙 宇宙听起来好像 哇 很虚无 究竟宇宙是什么 听就听得多了 但是大家认不认识呢 其实不认识 地球 星球听得多 有没有真正见过 没有见过 但是名字好像很熟 其实宇宙万物也是一样 其实宇宙星球 都是用种种不同的东西 因缘和合而生 就等于这个道场一样 其实万事来说 都是缘起 这个就是四帝里面 佛陀要说的缘起法 我们说 宇宙之间 好像星球那样 名字很熟 很熟 但是其实我们不认识 只是只有熟字 我们不可以推翻 他没有这件事 不会因为我们信佛 他不存在 更加不会因为我们不信佛 这件事不存在 所以这个因缘和合的条件 就算你信佛与不信佛 事实上也是有的 这个因缘组合 是永不磨灭的 是真实有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真理 宇宙的一个真理 好了 说到人生的真理 又是什么呢 人生我们自己做人 做人来说 历程很多 经历很多 每一个人的 经历的历程 都不同 可能有很多信景 也有很多逆境 每个人的祭遇不同 但是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每个人的祭遇会不同呢 没有想过 因为这一个来说 佛教说什么呢 佛教来说是说因果的 如是因如是果 其实我们今生 所有的果部体来说 也是知前生 或者今生所做的事 而那个业力去成就的 所以来说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祭遇 都不同 佛教来说 这个就叫做人生的道理 是一个因果的道理 那我们说 如果你能够明白到因果 什么叫做因 什么叫做果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就可能不同的 但如果不清楚的时候 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因的时候 就会受到一些不好的果报 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说的因果 很多人不明白 因果的关系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哎呀 为什么会这样的啊 为什么他会这样 我也会这样呢 其实在佛教里面 因果来说 也都牵涉了 在我们人生真理的道理里面 那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呢 因果来说 佛教就是透过这四成帝里面去演绎 解释给我们听 究竟人生的恩怨 因果是什么 我们说四帝了 四帝来说 是透过四帝去认识我们的人生的 透过四帝认识我们的人生 首先一件事我们要发心 发心做什么呢 发心要修痕 那些人一听到修痕很紧张的 是不是要像你那样 是不是好像我那样要出家 不一定 修痕其实很广泛的 除了出家在家都可以修 其实修痕是修什么呢 修改 修改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好有不好 有些偏差的行为怎么办呢 就是要从当中去学习 我们明白到四帝 我们明白到因果的时候 就自自然而 会朝着这个方向去修痕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 就是告诉大家 怎样可以从四帝 四帝说了这么久 都没说给大家 苦、贼、灭、道 怎样从这四个大方向去改善我们的人生 令到我们人生更有意义 将我们所有偏差的行为去改善 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要说的重点 好了 我们说了 每一个人由凡夫去到一个圣人 必须要经过一个里程 就等于我刚刚在北角 来到这里 荔枝角 要坐地铁 经过一个旅程 人生都一样 我们又说凡夫去到一个圣人 涅槃的境界 我们都需要经过历程 需要经过那段历程来说 我们就从四帝里面 去帮我们 去如何达到我们人生 去到涅槃的一个境界 就等于我坐地铁 可以来到荔枝角一样 好了 我们就说 如何去改变 如何去改变 改变来说 我们首先就是要 知道我们的经历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经历里面 我们是需要 做任何事 都有一番努力的 没有事是不勞而获的 是吧 所以我们必须 要付出我们的努力 修行来说 一个行为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不可以说好易 也不可以说好难 但是最重要 就是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发心去改 因为如果我说得多好都好 你不愿意去做 就等于告诉你 哎呀 那里有个金币 你收拾吧 收拾吧 收拾吧 你都不收拾 那金币是不是你的 不是 对吧 如果你听我们说 那里有件事 你收拾起去 你就收拾起去 你就会得到 所以这个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自己愿意去修改 因为每个人 行为上来说 没有说百分百是标准正确 也没有说一定是邪恶 不好的 但是当中来说 可能有点偏差 自己未能察觉 未能察觉 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呢 大家身边所有的善知识 因为每个人都会是我们的善知识 从善知识里面提醒我们的时候 当下叮 就醒悟了 那我们怎样呢 修改 所以这个叫修痕 其实修痕很轻松很容易的 大家就不用那么紧张 不用那么远缩看着我 很紧张 修痕 不用紧张 很轻松也可以 我们说修痕来说 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我们的行为 首先你要有一个意识 有一个动机 我愿意去做 有意识 有动机去做 等于一个人 要去学习 譬如我今天去上一个佛学初阶班 我特意来就是要学佛法 要学东西的 那你用的心是怎样的 哇 很开心 我一定要拿 一定要拿 入了宝藏 怎么办 补衫要得补才回去 但是换着你身边的人 我只是陪隔离的人来 心态是否不一样 刚刚刚说过什么 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 有没有一个动机去做 如果身边的人只是陪你的话 他的动机又不一样 意义就不同了 当他动机意义不同的时候 他可能多坐一整晚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陪你来 结果他得不得到宝藏 他得不到 所以我们说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去学 我们必须要付出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每一句话都能让我们有所得着 我们要提醒自己的精神 提醒自己的警觉性 原来这么小的东西 原来是不适合的 下次知道 因为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师长每天都提醒我 我的师兄有时候都提醒我 你又不记得了 对 我不记得了 因为惯性 我们叫什么 集气 每个人集气一定有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 就是如何去修改 我们这些偏差了一点的行为 好了 我们今天来到四谛 四圣谛 我们要认识我们人生 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要改变修行 其实目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修行其实目的很简单 由凡人去到一个圣人 亦都是我们每一个在座学佛 很希望去做到的 希望能够踏到一个裂盘的境界 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说 由一个凡人去到一个圣人 刚刚说过 需要一个历程 一个经历 四谛里面 我们就要走这条路 如何由一个凡夫 去到一个圣人的一个境界 我们今天说 苦责灭弟 灭道四谛 苦 苦来说 人生 那些人都会说 为什么都要说苦 你佛教不说苦不行吗 苦被人听到好像是什么 好悲哀 好灰暗 好消极 好难受 为什么不说乐 我们不是不说乐 乐我们都说 但是重点我们会先说苦 稍后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先要说苦 才说乐 先说前面那一部分 你们就深深明白到 说苦是很重要的 从苦当中 我们如何醒觉我们的人生 好 当然人生来说 苦就有乐 苦乐其实是相对的 并不会说完全得苦没有乐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会说完全都是乐 没有苦更加不可能 但是可以肯定告诉大家 苦是多于乐 这个大家都应该很认同 是吧 那么等一下就会和大家说一下 说完苦之后才说乐 那我们说了 人生不外乎两种 不是苦就是乐 那我们现在先说苦 为什么呢 要说苦 因为苦这个感觉 由一出生就有的了 大家都知道了 嬷嬷一出生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哭 真是聪明 就是哭了 她开心会不会哭啊 不会 是的 当然是不开心 有些东西才会哭 嬷嬷一出生 在肚子里面突然间出来 什么都不同了 又饿了 是不是一定会哭 其实一出生 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呢 苦 是的 就是苦了 就是今天要讲的 第一个苦 我们说了 人生一个起点 由母胎一出来 就是哭 就是告诉大家 哭是正常的 不哭的就是什么 不正常 对吗 通常呢 嬷嬷不哭会怎么样 不停打到她哭 对吗 不哭就真的不正常 所以我们说 苦来说 你不要说嬷嬷 我们大人 譬如你走过来 打我一巴 我引得到的 我都未必会哭 对吗 但你走去打个小朋友 一巴掌下去 你猜他哭不哭 他一定会哭 因为小朋友忍受不了 那个痛 他就会哭 这个是不是苦 也是苦的 所以其实苦来说 很多很多种 并不是家破人亡 死人淋楼先苦 因为有些人觉得 苦 我这些不算苦 死人淋楼先苦 其实不是 任何生活上 小小的细节 都叫做苦 等会他一些现实的例子 给你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原来这些也算苦 是的 这些也算苦 好了 那我们说 嬷嬷仔一出生 就哭 就是告诉我们 很苦啊 很苦啊 一出生就哭了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出来 他肚饿 他在肚里面 譬如很黑暗的 一生出来 突然间有肝刺眼 这些是不是苦 其实这么小微 刺眼都叫做苦的 所以他就会哭了 那我们就说 嬷嬷一出生就哭了 那其实嬷嬷来说 在肚里面 哭了你都不知道 其实在肚里面 已经开始苦的了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 你想想 在肚里面 如果妈妈吃热的东西 他就怎么样 浸温泉 好热啊 对吧 如果妈妈吃冷的东西 哇 过冷河 好冷啊 对吧 所以妈妈吃甜酸苦辣 熱冻 他都要守 在肚里面 还要生活在一个 很屈辙的空间里面 苦不苦啊 转又转不到 动又动不到 好了 到了他要出生了 他要出生的时候 不止BB苦的 妈妈也苦的 为什么呢 妈妈要生他出来的 好像前几天 就有一个 很现实的例子 有个居士 星期五 不知五六点 之后早 因为他知道我们起床做早货 10万货急打给我 我以为是什么事 我说什么事 我太太 冲冻了冲冻了 要生了 你快点帮我点灯 我说 哦好的 立刻帮她点灯 然后 原来提早了 预产期二十几号 星期五 不知道十几号 我一时没有拆过 我说 哦 就帮她点灯 到下午七点多 我突然醒醒 为什么没有电话来 还没关系 我便打电话给他 原来真的还没关系 从早上五点多 穿了水 开始有点痛 到下午七点多 还没关系 十几个小时 已经饮饮痛了十几个小时 然后 晚上不知道 医生说 不行了 要打催心针 接着她星期六 又是五六点钟 传个短信给我 你继续帮我点灯 她要催生 开始又痛了 结果呢 星期六 我就十一点多 早上十一点多 打给她 三不道 开刀 你说苦不苦 这个又是一个苦 对吧 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呢 很多很多苦 我们说到心 因为刚刚开始 一说到苦来说 其实苦有白苦的 心脑病死 第一个就是生 现在说的 嬷嬷出生 妈妈生她出来 是生苦 生命的生 这个苦来说 是否很苦 妈妈又苦 嬷嬷又苦 妈妈苦 苦在什么呢 生嬷嬷会痛 又驼嬷又辛苦 到结果生不到 结果要开刀 是否也是痛 嬷嬷苦在哪里 嬷嬷你想想 在一个母体里面 一个空间里面 屈辱了这么久 是否很辛苦 当她要出生的时候 因为她接触到 外面的空间 有一个黑暗的地方 一出来 那些光线 令到眼睛刺眼 痛了 又会苦了 在肚里面 没有风 一出来 那个感觉 好像千刀刮下来的感觉 痛不痛 痛的又苦了 所以嬷嬷一出生 一定是哭的 所以说不哭 那个嬷嬷不正常 真是不正常的 所以大家 如果有些亲朋戚友 说你听嬷嬷一出生不哭 你记得要她打多她几下 打到她哭 因为其实 真的 因为她一出生 她就会告诉我们 是苦 是有感受的 这个就是苦 其中百苦之一 这个叫做辛 辛苦 我们说 这个就是来到世间 一来到世间 我们就知道 人生是苦的 一出生 辛苦 辛苦完之后 我们想想 我们成长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 都是苦的 因为从成长当中 有种种不同的元素 因素 有快乐有苦 但是苦是比较多的 其实不开心 就叫苦的了 其实不一定痛 或者是有什么大件事 才叫苦的 其实一点点不开心的 我们就是叫苦的 因为一个烦恼在那裡 我们就说了 其实呢 好像简单一点 日常生活来说 譬如买飞看电影 那样说 有出戏上演了 那些出戏 很震撼的 那些出戏 当然会累 排到三个小时 说你听没有 三个小时 都可以原谅 我那天 上个月 我去拿梅香证就是了 我又不知道 中女社中环那里 因为我打电话去问她 有没有飞 她说有丑 不是有没有飞 有丑 接着我向北角 就刚刚刚说到 法会完了 说到两点半 她不知买丑 买到四点 那我就排队 那我见她试一号窗拿丑 那我就去排队 排队了 排队了大半个小时 我说现在我会不会乡症 我说师傅 你的丑多少号 我现在来排队 接着她说 今天的丑一早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 我一点半打来 你说还有的 我意思是指上网那些 你在网上拿了号码那些 你可以来拿丑 我说那你没有说明 那我专专不觉走 走去中环 结果怎么样 真的有点生气 我就说你讲得不清楚 她就说我听得不清楚 结果我想了 算了 因缘如是 不要跟她吵了 结果就去中环坐车 回大嶼山 就没有拿了 原来回去上网很简单 网上一卡 大把时间任你选 原来不一定中环拿的 其他地方 原来我去北角 去沙基湾更近 然后我翌日去沙基湾 不用排队 去到就可以拿 所以这个是不是苦 也是苦的 所以我们说 其实人生里面 很多日常生活上 都是苦的 只不过我们把那个苦 看它的焦点 是大还是小的 不一定是很大事才叫苦 但这些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去影响的 没有飞就没有飞 没有臭就没有臭的 你生气都没有用 都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能转过心怜 不要紧了 没有就随恩怨 下次再来 大家是不是会平息了 那那个烦恼就不起 烦恼不起 就没有这个苦的出现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 然后我们就说 其实有时候 吃饭也是 有时候坐在那里吃饭 我们出家人就坐一围 有时候听到一些义工 聊天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说得很开心 说一说 我无意中听到一句 他说 那晚吃饭就生气了 原来有一个居士 跟另外一个居士说 整个人原本开开心心出去吃饭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不知道哪句 死火了 答错事 于是乎 就有少少口角了 接着那个居士就告诉他 原本生日开心的 搞得父母又不开心 他都焦了口面 一句说话 那这个是不是苦 也是苦了 这些其实说出来 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 都有的 只不过我们察觉不到 这些就是我们要修改的行为 其实苦来说 有很多 比如刚刚说 买票买不到又苦 吃饭买不到又苦 吃饭无故吵架又苦 其实这些都是苦底里产生的 其实苦来说 是果来的 不是因 苦责 责反而是一个因 因为有因我们才有果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说果 因为果是很重要的 第一 因为这些果是牵涉到 你们日常生活上 肌肉那么痛的 有感受的 如果只是说因 说完又好像没有什么 再说果 我感受不到那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 佛陀来说 先说那个重要性 给大家听 所以苦 苦责灭帝 是苦 是果 他是说过因过因 不是因过因过 这个就是四帝的特色 我们就说了 我们说第一种 苦来说有八苦 八苦来说 第一种是心苦 心苦就是刚刚说了 一出生就哭了 哭是告诉你 我好饿 BB仔只有两个反应 不是 BB仔一开始只有一个反应 只会哭 只会哭 饿 他会哭 还有什么会哭 泪尿 他会哭 抱得不舒服 他会哭 所以BB一哭的时候 通常妈妈走去 都是两个动作 要么就开奶 要么就看他是不是 不舒服了 但是BB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 过了不知两三个月 有些过几月开始 有些少少笑容 他就会笑 其实人生都一样 苦落是参叛的 是相关的 BB仔最容易被大家看得到 一出生是哭 是苦的 慢慢成长会有落 所以苦落是交替的 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辛苦 辛苦来说 可以说是 每个人必经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 从一出生 BB开始 BB你如果 譬如葱奶 他明明三点要吃 他准时两点九 或者两点半 他就哭定了 哭到三点 有同感是什么 他不会过了三点 都不哭 如果过了三点都不哭 你就真的要看看 你的BB有没有问题 因为正常人一肚饿 他就一定会哭 一定会预早告诉你 我要吃了 所以BB来说 最能够让我们知道 人生是苦的 说完第一个辛苦 第二个是什么 新老 老苦 老来说 可能大家都未必感受得到 当然我也未感受得到 但是有些老人家 会感受得到 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从哪里去感受 我们去参观老人院 去到老人院 看到一些老人家 有些没有人理的 有些身体上 有很多疾病 有些躺在床 有些手指 四肢 都有些变形的 那些老人家 其实你看到他 真的很苦 每天都在人间地狱里面 每天都受到病的折磨 其实这些心灵上 是很痛苦的 我们只能如何 去关心他 去外护他 给他多些温怨 有时跟他讲一下故事 那你们在座的 可以怎样 有时可以去老人院 做义工 和自己家里的老人家 最重要 我们要多给我们家里的老人家 因为其实老人家来说 不要说老人家 刚刚退休的人士 刚刚中年过少少 又不到老年 现在有很多 提早退休 对吧 那退休的人士 其实是最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 其实他 一直以来 都是家庭的支柱 尤其是男人 是一家之主 我说一 你敢说二 没有人敢说的 好像我爸爸 就是这样 我说什么就什么 我们几兄弟姐妹 妈妈都不太拼搏 对 你说什么就什么 老人家 尤其是刚刚退休的 很重要 因为他在心态上 他需要调整 因为刚刚开始不工作的时候 在家里 就特别多 什么 磨擦 因为他平时上班 很多时候不在家里 便不见了 朝见多了 变了什么 磨擦自然多了 就像我爸爸那时候行船 刚刚行船 回来 和我妈差不多 每天都有磨擦 不过我妈 预早就通知了我们 我妈也很羡慕 告诉你们 你爸爸说不做了 他几十年在船上 自己关在一间房间 他说什么就什么 他回来 他说什么 你们就说什么 知道吗 他发脾气 你们就不要顶嘴 知道吗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但是不会顶我爸爸的嘴 因为他的个性 已经习惯了 是这样的 初时回来 他也是会不习惯的 他会觉得 我明明是一家之主 我开始好像被人 觉得我没有用了 其实我们没有嫌弃他 但是有时候 你知道 我哥哥脾气也是很暴躁的 三句不买两句 就真的想起火了 我爸爸就说 人老了 没用了 靠年轻人 人家嫌弃你的 就是又会说这些 我妈就看着我哥哥 我哥哥 我出街了 穿衣服就走了 因为不想有磨擦 其实告诉大家 是做什么 其实我们有时候 说的是没有心 但是听的是有意 尤其是刚刚退休的人士 无论男士还是女士 男士就比较重要 因为自尊心比较重 一家之主男子 就觉得所有决策决 我都没有份 现在全部要听一些年轻人 于是就觉得自己没有用 尤其是一些在社会上 或者工作上 有一些阶级 即高级一些的 更加糟 因为向公司order惯人 我永远说的都是对 回到来 现在好像要被人order 更加不适应 所以这个老虎来说 老 不是老虎 老的痛苦来说 就是很重要的 不要当那些老虎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尤其是老人家 刚刚退休 因为他心态上变了的时候 身体上都怕他随着心灵的创伤 而令到他身体出现变化 就算你心灵上没有创伤 家人对他很好 没有刚刚说过情谊 但他毕竟已经是老人家 就是慢慢慢慢去退化 当他有退化的时候 其实身体上就会开始有退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些关心我们家庭 或者是亲朋戚友 刚刚退休 这些边缘人士 我们多给他一些关心 爱心 让他不要觉得 好像被社会遗弃了 被家庭、被家人延弃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第二个 苦 老 好 第三 心脑接着是什么 病 大家有没有试过没有病的 肯定没有 大家都试过病 生在大病、小病 对吧 每个人都会有病的 病来说 没有分年纪的 有些一出生就有病 有些很老、很多病 有些中年有病 有些年轻有病 病来说 没有分年龄的 尤其是我们很容易的 伤风感冒 经常有 这些是不是病 都是一个病 有没有想着 伤风感冒很简单 伤风感冒也很辛苦 对吧 有谁觉得病是不辛苦的 我相信没有 对吧 没有 其实小小的病痛 也很辛苦 好像 早前有个师兄告诉我 我有小小感冒 哎哟 感冒啊 你快点看医生 我说小小不怕 吃两粒药便行 你不知道啊 哪个哪个啊 就以为感冒没有 结果呢 你知不知道他多糟糕啊 去了深切治疗病房 我说什么事 这么严重啊 原来他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整天都想着感冒感冒不清 又吃中药又吃西药 又自己执药 结果呢 就搞到自己一锅泡 然后呢 去到看 不知道看门诊 这么巧 还去看政府门诊 还去看私教 政府门诊 还要等啊 哎哟 他又幸好 撞了一个是慎科的医生 不知道为什么慎科的医生 这么专业会去做门诊医生 就说他立即入院 你再迟多半个小时 你已经没命了 他原来感冒菌入了身 接着那些尿毒 已经走到全身 所以他当时看医生 嘴唇都黑了 结果立即送了他去ICU 睡到现在都未出来 睡了半个月了 出了ICU 即是还未出院 未出ICU 就很大件事了 我半个月 是了 ICU出来了 即是未出院 所以我们说 小小的病痛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 病是很重要的 无论大病小病 都一定要真的去看医生 千万不要当自己是医生 左执右执药影响很大 这个是不是一个苦 这个也是一个苦 有些人一生出来来说 有个小朋友 三个月而已 其实一出生就知道了 原来他的脚是完全没有力的 为什么会完全没有力 医生都查不到什么原因 怎样发现他没有力 因为妈妈和他换片 通常小朋友 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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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他妈妈说 为什么这么有趣 换片 整一下他的脚都好像没有反应 他又觉得奇怪 那就去健康院 因为一出生 因为宝贝经常要去健康院 妈妈就跟健康院的姑娘说 我不知为什么和他换片 我见到别人的小朋友 只要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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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力的 我觉得他没有力的 怎料健康院的姑娘也好 真的帮他检查 一查之下 原来发现他的脚 左脚好像真的没有力 立刻要去医院 结果三个月大的小朋友 要开刀 真的要帮他做脚手术 但是医生也说了 不是一次 要很多次 这个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刚刚说的 佛教是说什么 说恩果的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有时候人们问我 为什么小朋友 一出生 寶寶会有病 为什么老人家才生病 为什么一出生有病 这些是不能解释的 这个就是恩果 如是因如是果 我们做那个业 等一下后面会解释给大家 这个也是病的一种 所以你说病是否苦 无论大人 小朋友 老人 都是苦的 少少的伤风感染 这就是苦 接着呢 第四就是什么呢 新老病 便死了 死来说 沒有经验可谈 因为我坐在那里没有死过 其实呢 以前新生小小有死过 但是轮回着就不知道 但是其实死是苦的 虽然大家没有经验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佛经里面 有曾经这样形容过 当要死的时候 感觉如� Signal 把口硬就像 想想一下 si an Hale 当地链 Attack 他差不多是痛不痛 苦不苦 其实是苦的 再说这个 其实是心灵 benefited 其实是一个痛苦 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死就说 如果狗躺病床那些 天天都这么辛苦 也都知道要死的时候 你说他怕不怕 恐不恐惧 其实是恐惧是怕 这个就是苦 所以这个新老病死 都是一个苦 第五 去到求不得 什么叫求不得 很简单 想要得不到 很多东西我们都想要 但是得不到的 这个叫求不得 有些人来说 想说小朋友最好的了 我要这辆车 妈妈说不买 妈妈买了 不买 挨极都不买 于是怎样 求不得 对小朋友来说 是不是苦 是很苦 好了大人求不得 男士追求一个女士 追极都不理你 但是你很喜欢 那怎么 求不得苦不苦 苦 好像我们现在追求 房子 房子这么贵 很多人都买都买不到 怎么赚钱 想供都供不到 求不得 苦不苦 为了生活而去苦 这些全部都是求不得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都是 喜欢一个很大的公仔 那个公仔有这么高 我一个年代 喜欢一个这样的公仔 要一百元很贵的 我说爷爷特别偏心 我四兄弟姐妹最疼的是我 什么都买给我的 那天就差不多过年了 我说爷爷 他每天都带我下街逛逛 不带我的哥哥姐去的 我说爷爷 我说 什么事 我说过年了 我说过年怎样 过年要有新年礼物 我跟他说了 他说新年礼物 你想要什么 他一定买给我的 我说我要一个公仔 然后我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你妈妈骂我都像 因为我扭了很久了 我妈妈已经说了 坚决不买 也警告了我爷爷 你带他下街 千万不要买这个公仔回来 结果我怎样呢 死艾难 我说爷爷你看看 他掉了几个月 多可怜 说到哭了 那我爷爷因为疼我 明知道我是耍他的 他为了疼我 我说不停哭了 那些人每个都看着我 问我做什么 我说爷爷不买一个公仔给我 那我爷爷又不好意思 然后我说爷爷买 你说他多可怜 我们照他回家 他掉了几个月 不停哭了 结果爷爷没办法 就买了 买到是不是很开心 就不是求不得了 求得了 求得更惨 不知有一天 不知为什么 有只老鼠进来家 我妈妈很紧张 到处找老鼠 我就把公仔 每天拿出来玩 玩完要藏在哪里 知道吗 藏在我爷爷的床上 因为我妈妈不让买 我爷爷买回来的 我妈妈说不准放出来 你要放在爷爷的床上 结果我的公仔 就藏在我爷爷的床上 有个堂门 就是那些堂门 藏在堂门后面 结果原来那只老鼠 躲在那里 整个屋都找不到 妈妈说 没有理由找不到 然后就是我爷爷的床上 还没找到 他就跑去便宜 我爷爷的床上 结果那只老鼠真的向他们跳出来 然后说 哇 老鼠 然后就骂了 都说不买的 你买个老鼠 不是买个公仔 回来 老鼠就躲在那里 不断骂 不断骂 结果怎样 掉了 哭到我死了 求不得外别离 因为喜欢的东西 离开了 那等会儿会说外别离 所以求不得外别离 冤真会 这三个是息息相关的 当你求 求不到的时候 那你怎样呢 你会很伤心 当你求到 要分离的时候 你又会很伤心 求不到 你也会怎样呢 生怒 尤其是男女感情 求不到的时候会怎样呢 冤真会 就会有真恨心 所以这三个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刚刚说的 第五点是求不得 所以人欲望 是无穷无尽的 求得一件就想有第二件 有第二件就想有第三件 所以这一件 我们要知道 很多东西 其实看上去想要 其实买了回来 没用的 我那时候经常都 跟我妈妈说 我喜欢这些 喜欢那些 然后妈妈说 买了一袋回来 一件都没用过 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的 求 永远去追求 为了我们的欲望去追求 求到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没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欲望 我们要知道 修改就是修改这些行为 好了 说完这个求不得 就是什么 爱别利 爱别利很简单 自己喜欢的 心意的人 离你而去 你会怎样呢 振作的 哭两天 不振作 每天都哭 会不会啊 有没有这些人 会啊 进入国外别里 好悲哀的 生离死别 人生必经的 是吧 我们逢星期二都有法会的嘛 有个居士就是太太往生了 往生了很多年了 天天都哭 那天天在家里做什么呢 天天就想着老婆就哭了 几年都哭了 那我们又叫她 可以利用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每个人都有用的 不是没有用的 那你就发挥一下你的空间 去寺院做一下义工 去其他团体 梨桃圆 孤儿园 老人园 做义工都可以的 或者自己找些东西去学 自我增值 现在很流行的嘛 自我增值 所以我们就去鼓励她 告诉她 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告诉她 人往生了就是走了 这是必经的 等于用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例子虽然不太好 不是鼓励你们去做 好像钓鱼这个例子 你将鱼丝钓了下去 钓鱼咬住你的鱼 你一切就扔上来 你又不扔 拉下放下 拉下放下 鱼是否辛苦 这条鱼是否很苦 被你勾住痛不痛 痛的嘛 你这些人都一样 如果你对她的情感不放的时候 你就等于这条鱼丝 拉下放下 拉下放下 对两个都没有好处 这个是苦的 所以我们跟她说完这个 比喻之后 她慢慢释放了 她说 对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呢 其实 她表面上就幻生了 如果你这样拉拉扯扯 不放的时候 因为她云识始终向导 所以对生对死都是不好的 她听完这个道理 听完这个比喻之后 她会释坏了 她现在常常来做义工的 她会充实自己的人生 这个是什么 爱别离 每个人都会的 爱别离 所以我们说 当然别离来说 叫你完全没有感觉 是没有可能的 伤心过后 我们都要知道 这个是元起圣空的一个道理 任何东西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了 圆尽就散了 圆灭就散了 所以我们过了之后 就不要再牵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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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爱别离 好了 我们说到爱别离 有些人对情感是这样 有些人对物质的 比如有些收藏古董的 最好 几十万买一只杯 买一只杯 这杯乾隆用过的 是不是不知道 几十万买一只杯 天天就拿着杯 拌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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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杯 几十万买一只杯 很漂亮 又放下 天天都如是地拌抹 结果有一天打烂了 哇 激动到 哎呀 我的杯打烂了 他心痛 心痛是什么 知不知道 错 他不是心痛痴 他心痛这只杯 他是 外别 太爱的那样东西 太執着那只杯 钱对它不重要 你知道玩古董的人 一千几百万对他来过 湿湿水 何况几十万一只杯 他心痛就是一只杯 乾隆用过的杯打烂了 等于有没有 等于没有了 他就执着那只杯 觉得很痛苦 打烂了一只杯 但如果我们几十万 几十元都不买 三四元就买一只杯 几十元的杯都不买 所以每个人执着的东西不同 他爱别离 他太爱那样东西 因为他喜欢玩古董 他就觉得那样是古董 说真的 卖给你的话乾隆用过而已 是不是有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爱的东西 都有他执着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 爱别离很苦 不要去执着一样东西 因为所有东西是什么 刚刚一开始说的 元起盛空 打烂了还是不是 还是不是杯 一定没有了 所以不需要去执着 好了 说完爱别离 还要说什么 怨真会 什么叫怨真会 看你就生气了 是不是有人会这样的 看到你前面 生气你后面 看到你后面 生气你前面 有没有这些人 有 但是为什么要生气呢 很奇怪吧 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家庭跟我们说 他说 怎样可以令到 他两兄弟 好翻呢 我们又问他 做什么呀 哎呀 阿哥就 说妈妈偏心过弟弟 然后呢 我弟弟就说妈妈 比阿哥 就长子 就偏心过阿哥 于是乎两兄弟 就为了争宠 而真是呢 真是去生气 生气对方 两个还要怎样呢 已经各自结了婚了 各自结了婚 即是各自有家庭的啦 真是成熟一个大人来的啦 竟然为了个阿妈 生气阿哥 阿妈 生气弟弟 而合躁啊 大家听到是不是很奇怪啊 事实真的有这些人 那妈呢 就很头痛的 整天都想撮合回他们 他很有趣的哦 其实不是只有两个儿子的 有其他兄弟姐妹的 唯独这两个儿子呢 狗牙狗骨 我当着你 你当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他妈都解释不到 那他妈呢 常常都呢 过时过节呢 就会打电话 全部回来吃饭啦 这样呢 就会煮呢 他五个儿子女 他煮五味呢 每个儿子女 都有不同的口味的嘛 五个都会煮完 那你知道呢 家人 过节 不会吃五个菜的嘛 要么八个 要么十个 要么八八八 要么十全十美 那天呢 他妈妈煮了八个菜 那个弟弟呢 坐下 哥哥呢 坐对面 不理睬他 教哥看下 弟弟 不理睬他 你说辛苦不辛苦啊 大家同一台桌 那妈妈看着他们这样 又不知道 唉 都说不出 就说 吃饭啦吃饭啦 这个你喜欢吃啊 那个你喜欢吃啊 这样 吃下吃下 弟弟就等了他 哥哥回来吃 那两味他特别喜欢吃 你又煮多两味 因为煮了八味嘛 五个儿子女 五味的 真的吗 多了三味 那三款来说呢 其中一个大哥呢 就特别喜欢吃两款的 那弟弟就喝醋了 煮多两款是他喜欢吃的 那样哦 然后妈呢 那样哦 忍 我忍啊 不出声啊 其实妈妈不是的 因为那一味呢 那一款呢 不是那个哥哥特别喜欢吃 其实个个都喜欢吃的 但是那个弟弟呢 是要担着他嘛 那样说了哦 然后妈妈 吞下去 不是 个个都喜欢吃 这些美食 爸爸特别喜欢吃的 爸爸你多吃点 这样哦 接着呢 那个弟弟看着 说 咦 煮三样都是他喜欢吃的 偏心 哥哥又出声了哦 结果呢 其他姐妹就说 哎呀 吃饭啦 一人小聚啦 样样白样素 其实个个都喜欢吃 你们知不知道啊 妈妈煮得很辛苦的 为什么你们日日 就是每次回来吃饭 都要吵架 这样 这个是什么 冤真会 怎么解释 解释不了 他就是要争取 他就是要踩着他 这个也是一个冤真会 你说苦不苦 一家人坐下吃饭 原本是团练 一个 不知道过什么节 我不记得了 一个过节的饭 又搞到不开心了哦 这一个就是家人呢 家人不开心呢 其实很冤枉的哦 大家本事同根身的嘛 一条根的嘛 有些呢 朋友跟朋友之间吃饭又是 明明是好朋友的嘛 坐下吃饭的时候 报纸都有看啦 初而怎样啊 口角 接着呢 哦 动武 就是为了什么呢 一句说话 一句真的说话 真胜利的说话 我们说很多东西不需要争的 给你争取得怎样呢 这一盏饭 最多就是多吃一条菜 或者吃少一条菜 你争取了又怎样呢 对你来说没得着的 反而怎样呢 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这个是什么呢 冤真会 其实这些呢 平时都会有的哦 哦 因为呢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上 其实你打开份报纸 其实看报纸是很好的 不是叫你们看娱乐八卦新闻 不要真的当娱乐八卦新闻去看 我们说佛法呢 用在日常生活上 当你打开个报纸 看到真橙岸 想起什么呀 钱 钱想起什么呀 贪 贪秤次 是不是啊 那么就立刻可以代了下去了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争这些呀 要不要贪秤次呀 不要了哦 那么打开 哦 杀了那个旧情人 为了什么呀 情爱哦 那么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 哦 爱别利 冤真会 是不是是不是又是一个贪秤次 爱别利 是不是又是苦啊 所以其实四弟里面呢 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呢 息息相关的 每一个呢 都跟我们呢 拉得上关系 所以当我们打开个报纸呢 你真的不要当去新闻 看新闻 因为新闻当然要看啦 知道时事发生什么事嘛 对吧 看新闻之余 要将法法怎样套下去 灌照我们有没有这样 哦 这一条等于什么 那一条等于什么 是配对 那你就能够将法法呢 运向你们日常生活术 轻松自在地用出来 轻松自在地用出来要做什么呢 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修行人嘛 修改我们的行为 这些点点滴滴呢 无形中就提醒了 提升了我们自己 提升我们的时候呢 无形中人格都提升了的 因为当我们知道 这些不需要争 那些不需要说 这些外别离 冤亲会 原来是这么无聊的 这么愚痴的时候 你会不会做 你不会做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烦恼 你没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解决 你做任何事都能够很顺利 这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上 可以将佛法涂进去的 这个也是四弟的真理 我们说了 果然外别离 冤亲会 还有一个什么 五音智性 五音智性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来说 就是一个 关乎于一个 色受想痕色的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来说 好像说话一样 越说越激动 对吗 什么激动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慈性 一个激动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说 好像火越烧点 越猛 红红红巨火 煲水 差不多滚的时候 会怎么样 很多泡 其实这个五音智性 其实就等于 是指我们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的感受 眼看到的 耳听到的 鼻闻到的 这些都是色受想痕色 五音是指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有时候 人人信逆境 都会受到刺激 当一个人 先说 逆境先 不像跟人吵架 你就会怎么样 激动 激动起来怎么样 你一句我一句 咬到面红耳叶 手不断震 不断震 因为你激动 跟人吵架 很多人都会这样 一激动 骂人起来 面都红了 手不断震 很激动的 激动 还要怎么样 翻旧 人是很奇怪的 不知为什么 记忆体会摆些不好的东西 就喜欢翻旧 何时何日 我对你怎么样 你现在就忘恩负义 何时何月何日 你不够钱 我就借了钱给你 何时何月何日 你没什么 我就去买给你 想不到你今天这样对我 是不是常常都有 这些日常生活上 电视都提得多 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讲过 五音 当我们激动的时候 情绪受到波动 无论你顺境 逆境都会 这个是逆境 跟人吵架 顺境又怎么样 开心了 开心 有些人一开心 开笼着 就叮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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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哭 在疏哭 虎而言 其实在说 虎来说 还有 有了苦苦 有了恨苦 有了坏苦 有了坏苦 虎来说 其实真的太多了 我说了一小时也是说苦 但说下去是否不苦 每一样东西都是苦 但当你知道 在这里的缘起、道理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不是苦 我刚刚说过有恨苦、苦苦、坏苦 苦苦是什么呢? 苦苦就是人,新老病死 人本身就是苦的 加上你新老病死是否更加苦 这就叫苦苦 而恨苦又是什么呢? 恨苦就好像说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去到五星级酒店 哇,很高档啊 因为没去过,就好像一个大乡里 进去左看右看 然后人家说想买什么啊? 你去到五星级的咖啡店 去到就坐下来说 给一杯咖啡啊 人家问你爱什么咖啡啊? 其实你不懂的 最出名是什么咖啡啊? 通常人家就会介绍给你了 介绍给你,好啊,爱一杯吧 爱了一杯怎样啊? 哇,这么苦的 苦得这么紧要的 其实越漂亮的咖啡是越苦的 因为你不懂的 还有这个五星级 自己想一想 五星级的东西有差事的吗? 苦得有道理才有价值的 好,好咖啡 就不断喝了 就觉得好喝了 这个第一次了 慢慢慢慢 你会发觉这个咖啡挺好喝的 人家不断有质素会提升的 对吗?一次、两次、三次 去多几次的时候 你喝一下咖啡 人家有要求的了 第一次就说不懂、不敢说话 怕被人笑,大乡你 过了两次、三次、四次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自己懂 这个五星级酒店来的嘛 哇,你这个人有什么态度 记不记得刘德华的一个广告? 你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不行的了 刘德华很流行地说的 于是乎就评论那个的侍应生了 这杯咖啡来的笑容都没有的 还说五星级真的有没有搞错 就会这样说的 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比较了 当他有了比较的时候 他就坐得不舒服了 再要摆下杯咖啡 哇,怎么不热的? 喂喂喂,过来 这么贵买杯咖啡不热的? 其实你喝了几担了 换过去的嘛 五星级怎样? 顾客永远是对的 不好意思啊,换给你 再来,再喝几担 喂喂喂,过来过来 人呢,很有趣的 当你习惯了 尤其是一个人从没有到有 尤其是生活质素开始改善的时候 个人自然就不觉得了 要求就高了 要求高了的时候 第一,就觉得他服务态度不好 没有笑容 第二,觉得他杯咖啡 喂,为什么今天杯咖啡这么苦的? 我给你喝一杯这么苦的咖啡 人家哪里哪里的咖啡很漂亮 都不是这么苦的 你这个是五星级 有没有搞错? 换过换过 怎样? 人家死死气 忍你 都要换给你 因为人家名誉有关五星级 你给了大排档 第一杯都不换给你了 就送什么给你呢? 知道吗? 大排档最喜欢 送什么呢? 送一些香港文字给你 如果你不接受 你还想多换一杯? 送了几何数字给你 然后又麻烦你出去 还跟你说这么多 还会不会换给你? 当然不会 所以一个人 这个说的是什么? 就是含苦 一次、两次、三次 慢慢习惯了的时候 要求就高了 要求高了的时候 欲望就多了 当欲望要求高了的时候 你烦恼自然多了 烦恼自然多了的时候 就是一个苦 这个就是含苦 不断地做的 行为的行 含苦 好了 说完含苦 还有一个是坏苦 坏苦 人呢 就说现实生活 我们说现实生活里面 最好的了 刚刚去完娥眉山旅行 有没有去? 娥眉山旅行 去旅行的第一天 每个人都是 不要说第一天 未去旅行之前那两天 怎样? 由布团开始 很兴奋 我去旅行 是不是很开心? 然后去旅行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都很开心 四天豪华团 第四天你的心情会是怎样? 我问一下你们 意义不舍 最后一天回去 无得玩了 对吗? 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最后一天 都不会不开心的 始终都是在外国 踏入香港机场 整个样子就变了 疲倦的面孔就出来了 还有翌日 如果不用上班也好些 如果翌日要上班 又要上班了 个样子立刻不同了 这个叫什么? 坏苦 人就是这样 人生是不是很有趣? 其实苦也有这么多 其实这些苦 每天都围绕着我们日常生活 只不过我们 经常都以为 很大件事 死人临楼才叫苦 这些烦恼不叫苦 其实这些小小的烦恼 都是苦 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了 这个 去旅行 都是一个苦 放大假 尤其是七天大假 眨眨眼就过了 第一、第二、第三天 都不知道多开心 笑得这么开心 去到第六天 开始 有点什么 还有两天要上班 第七天 直情 轻日要上班了 就会不开心 这个是什么? 日常生活上的坏苦 所以我们说 知道了这些苦的时候 我们就要明白到 我们如何去调我们的心 其实说这么多 不好意思 其实说这么多 来来来去 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态 的问题 那你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不是苦? 近后 都是苦 所以我们说 其实这八种苦来说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的人生的一个经历 我们刚刚说过 一个人 要由一个凡人 凡夫 去到圣人的境界 必须有一个历程 经历 这些就是我们的经历 其实是好的 经历过了 证明大家都可以去到圣人的地步 所以我们就从当中 用四帝里面去修改我们的行为 那我们就会去到一个圣人的境界 其实我们一个人来说 什么层次的人都会有苦的 不一定是低下层的人 有些很尊贵的人 大家有没有想到 英女王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例子也很好 英女王住皇宫 大家有没有见过皇宫? 没有见过 但是看电影也应该有看过 去旅行也有看过 中国有什么日子禁城 外国有什么白宫 也有看过 照片也有看过 其实我们想象到皇宫里面 怎样的金碧辉获 很漂亮很漂亮 就算没有进去住过 都能感受到的 但是换回来 英女王 敢不敢受到我们平民呢 感受不了 但是其实她住在皇宫 她开不开心? 她不开心的 为什么不开心呢?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被继续 我们随时下街 我现在当然不行 你们可以 下街吃碗云吞面 可以吗? 可以 喜欢走去哪 到处逛逛 可以吗? 可以 去超级市场 去街市 去百货公司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英女王可以吗? 她可不可以下街吃碗云吞面? 她可不可以去街市买个苹果呢? 她可不可以去街市买一条菜呢? 不行 其实她的生活也有她的苦 我们所以说 其实苦来说 不一定是低层次 高层次 不同层次的都会有 所以我们说 就像英女王 她用的东西 全部都是金光 金的 度的 全部都是筷子碟 碗 杯 都是 皇宫 所有的椅子 桌子 全部都是金的 你叫她去平民区 行不行吗? 不行 她有没有自由吗? 她没有自由 她可不可以 像大家那样 喜欢走去哪里就走去哪里 但是你要走去哪里 后面几十个保镖保护着你 个个看到你都怕了你 你敢不敢去走 你也不敢去走 所以其实 苦是真是苦的 这么有钱 这么有地位 这么尊贵的人 都有苦 所以其实我们说 人生的苦 是很多很多的 我们并不要因为 不同层次 或者因为 种种不同的苦 我们去气馁 所以我们整天都说 苦 说了整晚 说了整个小时 究竟为什么会苦 大家知不知 第二个要说的 我们今天说四谛 苦就是杂 杂是什么? 收杂的杂 对了 收杂的杂 是 收杂 稍后 不要挣大家时间 杂 杂来说就是收杂 我们就是把种种的恩怨集合 令到我们有苦的出现 我们经常说杂 杂是怎样呢? 其实是聚集 我们的烦恼都是聚集而成的 那烦恼聚集的时候 如何聚集呢? 好像刚刚改了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 买不到票 你去怨人家 不早点说没有票 你自己起烦恼 这个是不是聚集? 其实好像我们 习是聚集 好像我们整班人 我们刚刚说过基础班 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习 我们聚集一班人 聚集这班人做什么? 听法学采加班 是一个聚集 所以其实习来说 我们是收集的意思 将它收集在一起 而我们苦集灭道 那个苦 那个果 是一个习而形成的 因为我刚刚说 因果 我们四弟来说 不说因果 说果因 果因 因为苦集 苦是果 习是因 灭道 灭是果 道是因 所以是果因果因 如果你说因果因果 就倒转来说 就不是说苦集灭道 就不是说苦的了 所以我们 要知道 我们苦的来源 就是习 我们太多太多的烦恼 这些烦恼 如何可以造成烦恼 就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业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业 很多的行为 聚集到 成为我们种种的烦恼 好像刚刚举了很多例子 贪求有贪求的烦恼 亲恨有亲恨的烦恼 愚痴有愚痴的烦恼 这些种种烦恼 就会令到我们 聚集了我们的行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像说贪 亲戚 三毒 每天都有的 贪亲戚 怎么来呢? 这三毒 会影响到我们 做一个聚集 做了一个行为 而那个行为 受过果报呢? 就等于一个人 他没有钱 他去偷 动机是什么? 因为没有钱 没有钱 见到人家有 就贪了 我就偷 做了一个愚痴的行为 这个行为 那个业 就叫做苦 因为他最终要坐牢 这个是苦果 所以其实每一个行为 都是直接影响 做我们的果报 而这个集 就是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做种种的行为 都要很小心 你的行为 是直接影响了 你受过的果报 这个就是集底 收集的意思 好了 那你苦集 集完之后说什么? 灭 灭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灭其实是一个方法 消灭它 灭来说是消灭 消灭什么呢? 消灭我们的愚痴 消灭我们的烦恼 消灭我们种种的行为 所有不好的行为 而这个灭来说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灭帝来说 是可以帮我们 去证到这个阿罗汉果 去到一个涅槃的境界 我们说 简单一点去说 消灭 消灭 怎么消灭呢? 很多东西 我们说不是消灭 就消灭到的 是吗? 涅槃的境界 知不知道是什么? 涅槃来说 其实就是要消灭苦 刚刚说的 新老病死 冤枕会 外别离 求不得 五阴是圣苦 这些苦都可以平息的 但是 一样东西 就是要心去平 我们其实说 我们其实说这么多 原因是说心 我们的心一定要平衡 只要我们的心 不起种种的贪 贪 痴 痴 欲望 我们心去平衡的时候 种种种的烦恼 苦果 我们就不会出现 当我们的烦恼 苦果不会出现的时候 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威胁 不会对我们造成一个烦恼 不会造成一个烦恼 所以其实呢 我们的种种烦恼 令到我们完成了一个出博 去做种种不好的行为 这个就是苦果里面 产生了这个苦果 灭来说呢 除了是苦果呢 也都要消除这个责 因为我们苦责 苦责跟着灭 责是什么呢 刚刚说 是收责 收责什么呢 收责种种的烦恼 收责种种不好的东西 明知这件事不好的 我就专门要去做 就是收收买买 收回来 收责 然后去发出来 那是不是不对 我们说责来说 就是苦的一个因 就是因为有因 我们才会有果 而责就是 责了我们种种 不好的恩怨 才令到我们受了 种种不好的苦果 所以我们说 首先 这个灭来说 除了要灭了这个苦果 其实最重要 也都是要灭除这个责帝 因为责来说 灭了责帝 这个苦果才没有这个苦果出现 灭了苦责 为什么苦是一种果呢 你要消灭那个苦的时候 当然应该要消灭责帝 因为有因就有果 所以灭了果 结果就是灭了苦 因为灭了那个杂 就是灭了苦 就是灭了苦的意思 就是说灭苦得乐 既然灭了苦的时候 警戒是什么警戒 灭了苦了 没有苦了 就是乐的警戒 所以刚刚说什么 师傅你说苦 经常都说苦不说乐 现在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苦乐是相对的 我们经常都说 有苦就有乐 利苦得乐 对吗 我们就说苦怎么灭 我们要灭了苦才可以得乐 有时候 就算苦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构成是一个束缚 如果你不把它构成是一个束缚 不构成是一个烦恼的时候 自然苦就会自然消灭 所以我们说其实灭来说很重要 我们要灭的 首先是要灭除这个杂 将那个杂 即集中烦恼的那样东西 消除了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去到一个裂盘的境界 这个灭来说 亦都是帮我们去到一个 圣人解脱烦恼的一个境界 解脱了就不受出榜 不受出榜的时候 我们才有自由自在 才可以安心乐 才会出现 所以我们就说 一定要先说苦 大家明白为什么吗 因为不将之前的苦 和大家交代了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那个乐的存在 当我们明白到 苦集原来是这样来的时候 用灭消灭了它的时候 自然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乐的果 我们说苦集灭 灭完了是什么 导吧 导很重要的 条条罗马通大导 条条道都可以通去罗马 正如我去英皇祭 英皇祭 我要来到这一户 港京 那么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坐很多车的 我可以坐巴士 可以坐车会 坐车会 到隧道口 转火车 转巴士 我也可以坐地铁 我又可以自己驾车 是否有很多方法 其实道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方法 我们说 灭虎来说 我们首先刚刚说了 要调调那个心 我们调调心来说 首先要改变 改变我们的心心 如果我们的心心 不去改变的时候 去不去除烦恼 去除不了烦恼的时候 你如何断这个杂 所以我们说 要断除我们心中的烦恼 首先我们就一定要知道 一个方法 而道来说就是一个方法 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只要我们有一个修行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断除到 我们心中的烦恼 没有烦恼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做业 不会做业的时候 还会不会有苦果 就不会了 所以 我们首先要知道 道帝修行的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来说 是告诉我们 刚刚说的 集帝 烦恼 集帝就是集罪 烦恼 贪心 亲怒 愚痴 道帝是教我们 如何调伏它 我们其实道来说 有很多方法的 有三十七道品 有八正道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课程给大家的 有这个课程的时候 大家可以来听 因为三十七道品 和八正道是一个教我们 如何在人生 一个正确的道路 一个正确的方向 说来说去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的愚痴 我们的无明 愚痴无明 令到我们 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其实无明 明是明明白白 无就是不明白 其实很多东西 问你明不明白 你说明 其实不明白 对不对 对 很多时候 我师傅有时问我 知不知 我说知 知而问我 你知道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同样道理 大家都说 问你明不明白 明 问你明什么 不明白 其实我们人 就是很多这些无明 明与不明之间 悟与不明之间 所以我们人生 就不断在这个 痴里面 如痴里面打转 所以我们说 心态是很重要 所以如痴无明 如痴无知 这些都是一个心态 当我们愚昧的时候 自己就想想 到底用什么方法 对峻我这个愚痴的行为 其实我们每一个愚痴的行为 都有方法去对峻 因为法法来说 百万四千法门 对峻我们在座 这么多的众生 卓卓有余 但是只不过 我们不知道 哪个法门 適合我们 那不重要 最重要的 今天跟大家讲了四圣底 知道苦习密度 那个来源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去 改善我们的人生 这里说到如痴无明 贪亲痴烦恼 怎么改 话改 不难 话难 都难 为什么呢 因为要看心 看你的心愿意去做 你的心愿意去做 告诉你 一点都不难 因为法法很好用 好似就是说给大家听 打开报纸 陪对 是不是很容易陪 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打开报纸 会不会陪对 不知道要陪对 是吧 所以其实呢 知道了方法 你就很容易去做 所以如果呢 说到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的时候 大家呢 真的要听 因为呢 八正道呢 真的可以教我们 怎么样可以提升 我们人的日常行为 和人的品格 令到我们提升 我们的人格 而道地里面的内容呢 主要来说呢 就是教我们 修复我们的心心 将我们的贪亲痴烦恼 去断除 没有了这些贪亲痴的烦恼的时候 就不会再有负责力度出现 就不会再有苦果的出现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彻底去消除我们的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灭 了那个责 不要给他的行为 大家要记住责帝 责帝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来说呢 就是业 行为呢 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行为是善业 是会令到你的果报是好的 不好的行为是恶业 受个果报就不好 至于行为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大家清楚吗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日常生活例子 对吗 跟你说话 哇 你今天 哇 这件衣服很漂亮 很好看哦 这样配搭几个烟 不过呢 你穿这颜色 又不是很好看哦 其实你赞它还是踩它呢 其实呢 我们说话很重要的 你要被人外遇 不是叫你阿如奉承它 你真的赞它那件衣服 OK 赞了它没有问题 你尝尝不要再加一脚 再踩它 其实这个呢 做了一个不好的行为 你不要看小小的行为 小小的口叶 就直接有影响 就会令到你犯了一个口叶 同一句说话 你这件衣服也很好看哦 不过配上你灰色 你有没有其他颜色的 会不会其他颜色 衬下去更加好看呢 你可以用其他不同的方法 听到的感觉又不同 你又可以赞它件衣服 你也可以告诉他 其实如果你衬其他颜色 会不会更加好看呢 也都是给他一个提示 那这个就不是踩它了 所以我们其实日常生活 说话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什么 口叶 无心的 真是无心之失 但是你就是犯了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正念 正确 正语 因为八正道正语都很重要的 我们就要知道 这些是其实很现实的生活例子 其实你真的无心的 但是真的不觉意 对不起 对不起也有用吗 都哭了你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语言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说到了 到就要找方法 我们要知道 我们众生是迷惑的 整天都被我们的心 贪亲痴 这些这样的行为 去迷惑到自己 令到我们天天都怎么样 天天都个名痴 无明 不明就说明 明又不明 天天都是在无明里面 其实无明是一个烦恼 我们就要想方法 用我们的八正道 去改善 我们其实人 就是沉迷 沉迷于世间 任何的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执着 我们其实明白到 世间万物都不是一个恨上 都是一个恩怨磨合而生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执着乾隆的杯 那是什么乾隆呢 哪有乾隆的杯 你身不大物来 死的时候 难不得得到乾隆的杯去 戴不了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一定跟着你去 业 就是你的行为 所以业来说很重要 我们不需要执着这只乾隆的杯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执着 如果我们放不下这个我执 你就死火了 你身身世世都去找乾隆的杯 你就很大物 很麻烦 所以身身世世 找乾隆的杯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那个 坎敏心 贪心 还有那个 孤寒的果报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果报 所以小小的行为 我的喜好 我草古董不是罪 不是犯法 但是这些果报 这些种子 种到你白色田中里面 就会直接影响了你将来投生 也都将这个叶 是带了下去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这些执着 所以佛教来说 是出世间 但是世间法不 始终不离世间法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 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就是从我们的负责灭道 明白到人生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 从而我们去行一个白正道 白个正确的人生的一个行为 去提升我们的人格 将我们的人格做到最完美 也都令到我们的人格 去一个完美的境界 不要犯不同种种的恶业 令到我们有一个好的果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说了 佛教来说 说出这个四弟 其实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迷同悟这个因果的道理 因为四弟说明 世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都是因缘果报而生 迷惑起来 我们就希望有醒悟 当我们知道法法好用的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的法法 去醒悟我们的人生 当我们醒悟到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一个证悟 悟觉到的时候 我们就怎样了 可以离苦得乐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乐 因为乐是有的 但是必须要灭除了 知识苦责这个问题 苦责去最主要的因果果因 当我们明白到灭了责 消除了苦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得到 就会去到一个犯人 去到一个圣人的一个境界 其实四弟来说 到底内容是很广泛的 一下子就大概说 这个重点给大家听 我们就说 其实苦责灭道来说 是人生的一个道理 我们经常都说不说乐 乐其实是有的 不是否定它 经常都说四弟 其实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因为我们如果不将这个灰色 这么灰暗的东西 告诉大家 大家会不会去着实 着实 落实在你们日常生活上 我相信大家都未必会 没有东西 小小东西 负什么 都不知道原来这些就是负责 当我们明白到四弟 四弟来说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应该如何积极 我们的人生 如何改变我们的人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从四弟里明白到 人生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是怎样的时候 我们再用其他道 白正道 三十七道品 其他的法法 去改善我们的人生 所以金堂和大家说的 这个四圣地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积极的作用 它不是说一些很灰色 一美讲苦 怎样苦怎样苦 总之就是很苦很消极 其实不是的 佛教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宗教 佛教来说它积极在哪里 它告诉你们人生生出来就是苦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苦 这个就是你自己愿意发心 去修行 去改变日常我们偏差的行为 当你愿意发心改变 你日常偏差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人生自然就会得到落 那些苦已经不是苦 因为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能够明白到 人生宇宙的真理 从四弟里面我们知道 缘起的那个来月 从缘起里面知道 怎样去灭了 又找到白正道 找到一个方法 去帮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去调节 去调色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能够 去到一个凡性的一个境界 所以今堂跟大家说 这个四圣地来说 它是一个积极的 佛教是一个积极的团体 大家可以努力去行善 行善来说 其实不是很难的 是很重要的 行善来说 不一定说你要付出今次 付出时间 你才是行善 就说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说佛法用在日常生活上 对不对 好似说 等下下去 红绿灯过马路这么说 有个老人家走得慢点的 反正你都过马路 你就扶他一把过去 已经是一个善的行为了 再来一个例子 下雨担遮 这么巧你又遮 旁边那个没有遮 反正都要一起过马路 你遮住它 又一个善的行为了 对不对 好了再来说 善的行为还有什么呢 好像你整晚都好好笑容 看着我笑 其实很好 给我很多鼓励 笑容都是一个善的行为 你以为我坐上来 看着你 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的 善的行为会怎么样 鼓励我 说得更加积极 更加努力 希望将佛法 更加带到给你们 给你受用 这个都是一个善的行为 你鼓励了我 我也都和你作一个相向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善的行为 其实日常生活 有一个点滴很多很多的 就这样一个眼神 这样的眼神是不是善了 就不是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看着你这样 是不是一个善的眼神 大家有触碰的 对不对 好像看到你 很开心 也是一个善的行为了 所以其实善的行为 日常太多太多了 你随手都拿到 但是要不要 一定要 只不过你们遗忘了 或者不察觉 原来这么简单 拖一拖个老人家 拖一拖个弟弟 拖一拖人就是一个善的行为 无形中帮你积聚了很多善的资良 当你有这么多善的资良的时候 你人生就会得到很多善的果报 苦果再来不来你 苦果再来你而去 我们经常说苦乐相对 当你明白到苦果来你去的时候 善的自然就来了 大家就会去到一个涅槃的一个境界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弟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受用 将每一天活得这么精彩 我们人生是充满意义和精彩的 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一起回向 愿以慈功德 愿以慈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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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